一聲令下 兩名消防隊員面對七層樓高的高度 絲毫不畏懼 穩固的從高空垂降 他們是29歲的王楚涵 跟31歲的陳佩辰 是今年台北市消防局 捷訓的女性隊員 他們好像還滿支持的 因為他們知道我的個性 就是滿喜歡往外跑 然後滿就是 不知道是好動還是過動之類 就是很喜歡從這些 戶外運動這樣 女性同仁算是比較有耐心 然後又比較細心一點 所以可能會注意到 平常一些男性成員 他們可能會比較忽略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在這地方 就可以做一個加強 消防隊員著裝完成 除了進行審索快速登降 還要穿戴20公斤的裝備 拉抬80公斤的假人離開火場 在火場內遇到狹窄的障礙物 也要努力避開通過 另外在火場內 該如何自救逃生 樣樣都考驗著消防隊員的 團體合作能力 因為夢想而從職業軍人 轉換跑道 精通日文跟泰文的張勝舟 也發揮平時訓練的功力 順利結業 本身有喜歡運動 所以體能方面對我來講 不是太大的要求這樣子 可是技能的話 很多技能其實 我都還要再繼續加強 尤其是下分隊之後的 食物經驗這樣子 台北市消防局 是一支年輕的隊伍 我們30歲以下的童年 大概佔將近百分之38 所以一支很年輕的隊伍 需要不斷的訓練 不斷的加強訓練 才能夠有效的服務市民 台北市消防局 每年10月跟隔年1月 都會舉辦新進人員 職前訓練成果展演 這次共有51名的 消防新兵參與 無論是扛著10公斤的水袋 衝上4樓 或者是在火災搶救中 發揮應變能力 他們一刻都不懈怠 未來他們也將成為 民眾的守護神 守護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台坡到台北市新聞 曹東華 採訪報導